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太阳线又成为成功线 那么也叫幸运线 中国首相学当中称为六秀文 表示成功和人缘 手上的成功线在哪里呢 这条线可由不同的位置升起 但其尖端都指向太阳丘 也就是无名指根部 像这个太阳线就非常的明显深刻了 如果是说从这个月丘 月丘这个位置一直延伸到太阳丘 那么这样一条成功线 虽然有成功的象征 但难拟独立创业 非依赖他人扶持不可 但是这类人由于人缘比较好 他人的后援帮助是不断 这种首相在音乐家作家演艺界人士都有 如果是再有良好的命运线 就是这个事业线相互配合的话 必定是成为非常出色的人 那么如果这成功线跟生命线 延伸至太阳丘 也就是从这个生命线附近 这样延伸到太阳丘 成功的全是靠自己的劳力 事业绝非靠他人帮助 即使是打工也能够造就很高的职位 就是个人能力特别突出 成功线从第二火星丘深入 进入到无名指根部 也就是从工型的状态 第二火星丘是在这里 这种走进去 那么这个是靠食物或者是企业开拓好运的人 这类人的生来勤俭自持 能够吃苦 稳扎稳打 建立起这个基业 而且在军政军事方面也是人才 能够有一些显赫的军功 女性有这种相 虽然不免辛劳 但也能够胜过男人的干劲 已经能注目 不过在这个异能界 未必能够有大的发展 那么成功线由命运线分开 渗入到太阳线 也就是他这个命运线有分支 有一条分支走到太阳线 表示有千锤百炼的实力 获得世人尊重 也就是成功线以命运线为根 命运线为根 那么这种运气 气运是非常的顺利的 能够增进信誉和名声 不过线纹如果是有间断 劳而入宫 辛劳大多数比较多 而且报酬比较少 如果太阳线在感情线上面 成为一条短短的线纹 也就是在 它非常短 就是在感情线上面 虽然非常短 但是呢 如果竖起来 跟一根针一样 就跟这个纹路一样 跟一根针一样 直直的 画得很直很深 那么 而且没有什么障碍线 表示运气非常好 这条短线是太阳线 在年轻的时候呢 做好运 如果是在 比如说在这个 社会上成名的时候 将会往下延伸 变得慢慢的比较长 这个纹路是会变化的 像这个 就是太阳线 它往刺破了感情线 而且呢 有在 往下延伸的这个趋势 好了 有关这个太阳线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太阳玄机 如果是有空过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